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黑夜骑士 欢迎来到户外 我一直在找一款体积足够小 能够放进我的口袋里面 非常便携的夜十一 毕竟这个夜十一要能录像 录下的清晰度还要可以 而且它的虽然小屏幕也要大 预览窗口要大的这种夜十一 能不能找到呢 我今天就找到了这款 来看我今天准备开箱的一款夜十一 哇 这个包装盒就足够小巧了 它的体积真的是非常小 而且是一款 可以算是一款大屏夜十一 虽然它的小体积 但是屏幕不小 清晰度很高 我们今天就来开箱一款 这款小巧玲珑的微型夜十一 小方盒打开吧 来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夜十一 就这么小 哇 看到吗 说它能放进口袋里一点也不夸张吧 就这么小一块夜十一 而且开始还是一种双筒造型 后面一个大屏 大屏这个屏幕绝对不算小啊 占这个夜十一的体积很大 边框已经很小了 这夜十一里面的造型也非常好了 全部黑色 有一定的分量 有一定的分量 这里是它的摄像头 夜市摄像头 和它的红外曝光灯 它使用的是一节 改进过的18650电池 18650电池改进过的 所以说它是充电的 直接充电的 它不用安装干电池 在之前我们有某些夜十一 安装干电池很麻烦 利用Type-C接口 直接可以充电了 下面是 USB 下面是这个录像用的 ST卡 这应该插的是那种小卡叫什么 MS卡 可是我今天忘了插 忘了插 一会儿录像可够呛 一会儿我得回去拿 如果你不需要录像的话 仅仅是用来观察的话 不需要用卡 那么这么一个 小型夜十一多少钱呢 400多元 就可以买到 价格来说非常好的 非常低额 现在夜十一已经 以前几年改进了很多 前几年 1000多元的夜十一 效果还非常差 像这种夜十一 录像能达到1080P以上 毕竟它的预览窗口 效果也非常好 我们现在直接开机看看 开机长按中间的开机键 中间有开机键 还有补光加补光剪 manu菜单和这个模式 长按开机键 有开机动画 从它这个预览屏幕来看 它就是和一个普通录像机没有区别 那个很好的显示 它前面的图像 前面对的这个垃圾桶 屏幕分辨率很高 很高的分辨率 可以看见它的右上角显示1080P 说明它可以录下1080P以上的影片 这跟普通的高清摄影机已经差不多了 当然它是夜视椅 它擅长的不是录像 而是在夜间观察物目标物 或者说夜间录像 它具有一定的变焦能力 可以将目标物拉近 好朋友们怎么样 白天简单的看了一下 录像效果还是不错的 关键是它的夜视效果怎么样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小小玲珑的夜视椅 在晚上的使用效果怎么样 晚上才是它真正大显身手的时候 朋友们 现在是晚上10点钟 街边 我们现在来找个昏暗的地方 看我们这个小型夜视椅 在夜间的使用效果怎么样 好朋友们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全黑环境 使用手电筒照一下看看 这个小区里面 已经基本上全部关灯了 老旧小区 好关闭窗户手电 我们使用夜视椅看看 这款小巧的夜视椅怎么样 来看看 最大屏幕 这可是非常清楚的我觉得 看到了吗 这个屏幕分辨率是相当高的 而且有这么大 虽然这是小型夜视椅 便携式夜视椅 但是它这个真的很清楚看到吗 通过预览窗看得非常清楚 自行车 汽车 还有这墙上的广告 我们都可以干得非常清楚 现在我们直接启动夜视椅 进行录像吧 看看它的录像功能怎么样 拉近距离试试看 使用数码变焦放大 朋友们 这片小树林可是正宗的全黑了 黑到没朋友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真的相当清楚 这条小鹿 前面还有个石桥 像这样的全黑的地方 使用夜视椅一览无余 这里面要是有什么动物 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正宗的1080P画面 非常高清 高清1080P 看看这画质多清楚 纯黑环境 枝繁叶茂的树上是否有鸟 现在来到了一个湖泊旁边 在我们的超级祥光手电照片下 非常清楚 前面还有个亭子 利用夜视椅来看看这个景象吧 我觉得这边的 我们可以再试试看一个远距离目标物 这个距离非常远 那里有栋楼 大概离我们有500米 手电筒不一定照得到 可以照到一点点 那么试用夜市仪怎么样呢 相当不错 远距离也相当不错 可以看到这上面楼的名字叫做发展建设楼 我们怎么样 我觉得这款小小的夜市仪真的是效果非常不错 无论是近距离还是远距离的 真的是效果超过千元以上的夜市仪的效果 我用过的那款接近2000元的夜市仪 我感觉效果也不够如此 还不如它 特别是它这个录像的分辨率 高清分辨率1080p 我记得好几款千元以上的都达不到 何况这款夜市仪的体积这么小 做得这么可爱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最重要的价格只要400多元 性价比非常高 好了朋友们 那么今天视频道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